這是在全台灣今天有六場公職補選 在今天登場 那麼首先來看到是苗栗市的部分 苗栗市長是由俞文中自行來宣布當選 這是今天的一個苗栗市長的補選 是國民黨籍的俞文中自行來宣布當選 再來看到最新的消息 這是五黨籍的雲林縣的虎尾鎮長 是由五黨籍的林嘉宏自行宣布當選 在這個部分這是雲林縣虎尾鎮長 是林嘉宏自行來宣布當選 再來看到下個部分 好再看到也是大家關注的 這是雲林縣的麥寮鄉長 這是由五黨籍的許忠富 在這邊來自行宣布當選 雲林縣麥寮鄉長的部分 是由五黨籍的許忠富自行宣布當選 再看到是台東縣的大五鄉長 在這邊是由國民黨籍的王景昌當選 在這個部分結果已經出爐了 這是國民黨籍的王景昌當選 台東縣的大五鄉長 再來看到是宜蘭縣圓山鄉議員 這是由五黨籍的黃文如當選 這是最新消息 這是五黨籍的 那還有可以看到 在這個部分 台中市第十五選區的市議員 是由國民黨籍的吳建德當選 這是台中市第十五選區的議員 吳建德國民黨籍的吳建德來當選 你可以看到在這次選舉 很多人都說在這個部分 現在是一個好像是二零二四立委 還有總統大選的延長賽 同時也是在這個部分 一個前哨戰 根據在下一次 馬上就要來反映一下最新的狀況 最新的民意的變動 所以可以看到各黨 其實都是貓桌的權力 像是在萊營的部分 韓國瑜院長還有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大家全力補選 民眾黨更是看到柯文哲 直接在賣聊這邊 那麼就希望能夠催生出首位的黨籍 鄉鎮首長 但是在民進黨的部分 賴清德主席都沒有現身 那麼在最新的狀況 你可以看到苗栗市的部分 政治版圖藍大於綠 在這邊是由國民黨是余文中來參選的 那麼在下午的五點二十分 圓中的部分也已經自行來宣布當選了 好在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這個結果 那麼還有在胡偉鎮長的補選 那五黨籍林家鴻也是自行的宣布當選 這部分我們請教委員 不用去對鄉鎮市長或者這些特定選區的 思議員的補選 賦予太高的政治意義 我們要看的一個政治上的一個現象是 相對比較沒有都會化的地區啊 政黨的力量很有限 政治明星的影響力也很低 大概我覺得你來晃一晃 大家認識你而已啊 那事實上這個在地居民的本身的連結力 你把它稱作地方派系 地方團體 地方中心 甚至於地方宗教廟會 它影響力比這個什麼政治明星 政黨那麼強了幾倍 再加上原先很多外流的人口 在補選大部分都不會回去投票 所以投票率都很低 都是平常生活在一起的人才會去投票 所以你柯文哲又怎麼樣 你韓國瑜又怎麼樣 你真的不會有太大影響力 不要把他想太多了 你住民主就能夠怎麼樣 那苗栗市相對於這些其他地方的選舉 苗栗市是相當相當的都市化 我想相對來比的話 比其他什麼 我們那個雲林縣的那個賣療鄉啊 那個有時候你 你找中午去晃一晃 看到都老人家 很少看到年輕人的街上走 那年輕人街上走的都是什麼 台塑的外勞比較多 所以這個不能夠把他當作 可以代表整個國家的政治方向 我認為這個也沒有什麼太大影響力 台東現在大五鄉的鄉長選舉 那個又相對有原住民色彩了 還有台中第15選區的議員是原住民色彩 原住民色彩有他們很特殊的這種部落文化 那個這個東西 不完全能夠等同我們給他政治解讀 哪個黨贏哪個黨輸啊 這個沒有辦法這樣直接的架構出他那個邏輯的結構 所謂超級補選日 一下子很多人補選了也沒有很超級 今天有六個戰場 對 談不上大選延長賽 這次在媒體比較關注度比較多是賣療啦 那因為賣療這個民眾黨他覺得他非要這一席 來提高他的士氣不可 我覺得這個策略也不能說錯也不能說對 賣療沒有辦法當作一個全台灣政治版圖的反應 不能算是這種縮小版或什麼張瑜哥什麼 他外流人口不會回返鄉投票嘛 那第二個在地的一些連結性又很強會出來投票的人都幾乎互相認識了啦 那那個我覺得張榮衛的影響力還或者是林清票影響力一定比其他人大太多了 所以其他人是知名度友誼 可是選票的影響力不足啦 所以我們不用誇大 那你說柯文哲吧哇這個總統得票率有多高啊 賣療香的開票也不少 可是賣療香開出來的柯文哲的選票都是外流的學生回去投票 年輕人回去投票 他知道那個行情你剛剛那個補選哪幾個年輕人會問你這個事情回去投票啊 吃飽還沒吃看啦對不對不太可能嘛 所以不要把他想像那麼多 真的不是全國放假的 或者全國都要動員回去投票 大家不會回去的啦 所以我是覺得你就是耐清德比較聰明他在家裡睡覺 第一個他沒有什麼影響力這種選舉規模太小 他真的沒有什麼影響力 他去了以後漏選不是更漏氣 所以乾脆不去 乾脆不去嘛 所以他這種小聰明是有的啦 你看嘛這些 虎偉政長喔 真的虎偉政長是在地的什麼 許派的啊 這個張派的 還有蘇派的影響力 比任何一個政黨大 搞不好當地的一個什麼工的影響力都比其他很大 所以不要把它串在一起 因為有時候候選的輸贏選票都不大 那輸贏選票都不大的話 那種關鍵選票都那個 你是哪一掛的 你是那個影響力反而比較大 而且有一點好就這些地區 基本上都都沒有以前的眷村的影子 所以外省的一些政治力量的影響力也很有限 比如說我是什麼軍校幾期的啦 我是哪個眷村啊 幾乎沒有影響力 對啊 賣掉從來就沒有眷村過啊 那外省人口比例很低啊 所以這個 你要把它解讀成這個事業的困難啊 像台中第15選區 它是原住民選區啊 你不要把它想像成那個台中市區的選區 結果完全不同啊 所以這個有時候選員中心關係會 或者你是什麼姓的啊 像以前我們在鄉下的時候 中親會 不是啊就是我姓蔡在北港大多數 我來選會比那個北的姓南的容易 比較有優勢就對了 就會這種情形啊 像在那個什麼 好像在桃園哪裡還是苗栗說 你姓黃的我不要有優勢啊 中親會的拉票力量是很強大的啊 那你說這是有自然的社會現象 為什麼投給你一票 你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那你說黨 大家在那種這個層級這麼低裡面 黨的意識形態很低的 是很低啊 而且有趣的是說 總統大選的時候 一個家庭裡面 可能混成三個黨來投票 對 可是地方選舉啊 我跟你講喔 很團結是不是 就超團結 爸爸說 我們全部投給那個姓立的 全家 他根本不一定管你什麼黨 就不會有不同的意見 不會有不同的意見 他們根本不在乎這個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我們台灣的政治化會到這麼幾成的地步 不會的啦 不過我們也請教韓明哥 看到這一次大家 但比較關注還是在這個雲林的部分嗎 包含了是由這個 麥寮 麥寮鄉長是許中富自行宣布當選 那還有是在 胡偉鎮長是五黨籍的林家宏 自行宣布當選 那這一次看到 但包含了像是韓院長啦 還有朱主席啦 還有就是柯文 然後Long Stay八天睡八個地方 他說非常的累 那也很多人說 這可能是2026的前哨戰喔 其實完全無關 跟委員一樣 就不用把他牽起來 根本就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你看這些韓國瑜也好 朱立倫 柯文哲下去一點作用都沒有 沒有影響力嗎 完全沒有任何影響力 你看柯文哲 他把整個民眾黨全部都叫去 然後結果連以你拿多少票 兩千多 所以表示一點作用都沒有啊 我看民眾黨去的人恐怕都不只兩千 所以就表示完全沒作用啊 為什麼理由很簡單 地方選舉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 地方選舉就是看 你平常在鄉里的口碑民生服務 然後你的友情賣 人際脈絡是不是夠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我就舉一個例子 像我岳父本身是比較偏綠 可是呢 他每一年選舉都支持藍的 因為藍的那是他朋友 就這麼簡單 就這件事一樣 地方選舉沒有人在管你什麼藍綠 就是投給自己人 對啊 就是投給自己人 就這麼簡單 對啊 所以在那邊也是一樣 在這種非都會區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看你平常在地方鄉親 你掌握多少人脈 跟大家擲鋼緊這樣 對 所以你再有名的人來 你就算把歐巴馬找來幫他租錢 沒有用 也沒用 根本不可能會有用 因為我又不認得你 你是誰啊跟我什麼事 對不對 跟我有什麼關係 頂多就是你看 他們場子吃半冷熱熱到 民眾黨去了 柯文哲在那邊巴掂 他們每一場看起來人都很多 那問題實際是什麼 實際是 麥寮的投票率不到四成 那個 胡偉的投票率不到三成 差不多三成 所以這麼低的投票率 表示年輕人都沒有回來 那年輕人都沒有回來的話 民眾黨怎麼可能會有票 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啊 所以沒有辦法畫上等 所以我覺得恐怕他們要去仔細思考 在這種地方選舉 你民眾黨到底要用什麼打法 我跟你講民眾黨不要幻想這種空戰的打法 能夠在非都會去奏效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所以民眾黨如果想要在非都會去生根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找人在當地長期經營 只有這個辦法 沒有別的 那太難了 對 不然的話你沒有辦法起來 要不然另外一種辦法 就是學國民黨跟民進黨過去的做法 就是我自己沒有人在那邊 我結合一個在地的人 就是這樣 不然你沒別的辦法 你看這次補選為什麼 國民黨跟民進黨都沒提自己 都提五黨籍 為什麼 因為自己沒有人在那邊 因為你跟他結合比較好選啊 你提出來的也是炮灰啊 對不對 所以還是跟人家結合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如果沒有辦法 結合在地本來的固有勢力 要不然就是 你有人要在地長期耕耘的話 你光靠這種網路空戰的打法 在地方是完全無效的 是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謝謝大家